大家好 美国疫情发生后 美国印了钞票 很多美国的华人也留言 说美国可能要发钱了 那么咱们看看美国这个钱 到底怎么发 你能不能得到 美国媒体11号报道 美国政府之前宣布 将向百万美国人 发放1200美元的救济金 有资格收到这张支票的人 最早可能在下周 看到这笔钱的发放 主要就是那个什么 以支票 以支票寄出 1200美元 大概和也就 1万人民币吧 应该不到1万 但是其实很多美国人 拿不到这笔钱 因为并不是 每个人都有资格 这笔钱将根据一项 新的联邦法律进行分配 该法律只在为美国人 提供快速的现金注入 用以帮助美国经济 从冠状病毒大流行 造成的破坏中复苏 其中包括许多学生 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 一些老人 残疾人也不行 还有那些 没有社保号码的移民 也没有资格 另外有一些 新生儿的父母和其他人 可能要等到明年 才能拿到部分的钱 城市研究所 税收政策中心的 高级研究员霍华德 格莱克曼 他说这项法律的目的 是尽快把钱取出来 但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不可能预料到 每一种可能的情况 所以有些人可能错过机会 不得不等到明年 才能拿到钱 下面一起来看看 有哪些人群 无法领到这笔钱 不纳税的低收入人群 过去两年 没有报税的低收入人群中 数百万人 如果不采取额外措施 就无法领取支票 如果有社会保障福利 就不用担心了 社会保障领取者 将自动获得刺激支票 美国国税局 将使用社会保险数据 来确定你收入到了多少 并将其发送到哪里 但对于过去两年 没有报税的来说 情况就不同了 你必须得报税 年收入低于1.2万美元的个人 不需要纳税 就是低收入群体 你首先你不用纳税 那你这次没你份了 你不纳税 我怎么寄支票给你呢 所以这1200美元 你收不到 所以只能去领 是不是免费的午餐 据税务筹划公司估计 有一千万美国人 属于这一类 有一千万人 是年收入低于1.2万美元的 低收入群体 那么他们是没有资格的 有一千万人 其中包括一些低收入者 辅助保障收入领取者 和退伍军人事务 受益人 这些有资格领取刺激支票 但是如果没有 他们的所得税申报表 美国国税局将更难核实 他们的收入 计算他们的支出 并知道把钱寄到哪里 就是说你啊 这个有资格啊 这一千万人肯定是没资格的 在这一千万低收入者中 有资格的 你纳过税的 但是你没有所得税申报表 美国税务局啊 就是你怎么纳税 但是你没有申报表 你也没法把这个钱寄给你 你首先你得有 你得有地址吧 你得有所得税纳税表吧 得填写你的地址吧 这是低收入者啊 那高收入者咱们看啊 据新的法律 调整后总收入为7.5万美元 或更少的个人 有资格一次性获得 最高1200美元 每个符合条件的孩子 可获得500美元 一个孩子500美元 哎呀 收入为7.5万美元 或更少的人 就低于7.5万美元 也可以获得 但对于年收入 超过7.5万美元 或15万美元的 美国人来说 这种补贴 开始逐步取消了 你将获得不了 这1200美元了 超出7.5万美元 到15万美元 15万美元以上 在美国就算中产了 高收入 这些款项 将通过直接存款的方式 发送给那些 已经向美国国税局 提供了银行账户信息的人 那些没有收到支票的人 将在邮件中 收到支票 学生 17岁或17岁以上的学生 如果他们的父母 或监护人 声称他们是受抚养人 他们就有资格 获得救助金 他们的父母 也不会得到 每个孩子500美元的补贴 这只适用于16岁以下的儿童 那就是说17岁以上的孩子 17岁以上的学生 你是得不到这个学生 这个补助的 只要你孩子超过17岁 这个补助跟你没关系 跟你这个 就是说 如果你是你自己生的孩子 还是你领养的 只要是你是监护人 你的孩子超过17岁 你就没有资格获得救助金 所以啊 这每个孩子500美元 得不到了 只适用于16岁以下儿童 就是你的孩子 必须得也是16岁以下 其结果是 许多初中生和高中生 得不到支票 对吧 超过17 美国17肯定是高中 是吧 高中初中了 初三吧 差不多 那肯定就是 他们的父母也得不到500美元的额外补助 额外刺激贷款 这是一个没有从退税中 获得任何好处的群体啊 只要岁数大了 看来都得不到美国的保护了 美国真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 你说他世界最先进 你岁数越大了 他越不管你了 越让你自己自立了 哎呀 很多小伙伴们要去美国呀 我觉得捏了一把汗 华盛顿智库税收基金会的经济学家 勒特沃森说 有工作的学生不会被父母或监护人视为受抚养人 如果他们在2018年或2019年申报纳税 符合收入门槛和其他资格要求 就有资格获得支票 哎呀 学生打工 看来你在美国的话 也得申报纳税 只要你纳了税 这次补助就有你的 但我想学生打工怎么纳税呢 老板给他纳税 有的都是一天一节的临时工 那你说这个 我觉得基本上很多人会得不到这个补助的 老年人及残疾人 大多数老年人都有资格领取支票 唯一的例子是被子女或其他人抚养的人 只要没有其他人声称他们是受抚养人 成年人啊 残疾成年残疾人就有资格领取救助金 否则他们就不合格 就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呢 都没有资格领取支票 这文章里写了 大多数老年人 除非什么呢 被子女或其他人抚养 但是美国啊 老年人就很不喜欢被子女抚养啊 很多老年你肯去住那个养老院 或者是自己在外面 在公寓里自己住着 我看很多美国电影啊 还我认识的接触的 都是老年人 美国的老年人单独自己过 过好过不好他自己过 就是没有人抚养他 那你说老年人能获得这笔钱吗 获得不了吧 对吧 哎呀 退了休肯定也拿不到这笔钱了 是不是 你也不能纳税了 你还是从每年从国家那领钱出来 你也不纳税 是不是 所以老年人这个大多数肯定是没有 但是有一些愿意跟子女住的 像一些什么特殊族群的 我是被子女或其他人抚养的 那我就可以领 哎呀 移民啊 这个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重点谈呢 咱中国人在美国的很多观众啊 是不是可以听一听 移民有没有自个领啊 移民只要符合资格标准 并有一个有效的社保账号码 社保账号啊 就有资格获得救助金 你可以有资格 但是你前提得有一个社保号码 换句话说 持有绿卡或HEB 或HRA工作签证的移民 有资格领取救助金 那就是说只要获得绿卡 或是有HEB HRA工作签的 你都有社保号码 这个逻辑没错吧 这逻辑杠杠的啊 但在美国非法拘留的外国人 临时工和非法移民不行 就是你没有这个社保号 自己可以对号入座啊 看看咱们互联网这几位大咖啊 有没有号 没有意思啊 在美国忙活半天 一分钱得不到 没事 共产党教你啊 骂共产党 这是个事业 把这个伟大的事业干下去 天天就潮漂 我觉得骂共产党比这个 给美国打工挣的钱多 他们好像跟共产党 好像最后共产党 如果倒了 他们得哭啊 我得骂 人家没人骂了 我骂不骂共产党 我骂谁去呢 哎呀 绝对会有战友情的 我骂了你一生啊 临走了 是不是也得哭一场 哎呀 这就是感情啊 都骂出感情来了 失业高收入者 还有个新生儿 新生婴儿 2020年出生的婴儿父母 将必须等到明年 才能拿到500美元的抚养费 你得等明年了 孩子的补贴是基于2018年 或2019年的所得税 格莱克曼说 今年出生孩子的父母 在明年报税时 将有资格获得这笔子女的补贴 只要他们符合 其他的资格要求 今年出生的2020年 去年出生 我的妈 去年出生的 不是今年出生 但是啊 你这个税是去年 因为你今年的补贴 还没收上你的税呢 对吧 这个就理解了 我2020年的税啊 才过了几个月 才过四个月 得到今年年底 我才能把2020年的税收上 收齐 然后我才能做报表 然后给你多少补贴 我才能什么 发你钱 那就理解了 明年2021年能拿到钱 因为今年的很多补贴 是19年财政收入里边 做账 这就能理解了 这我觉得没毛病 按规则来 那没有 没有任何毛病 是吧 2020年的事 2020年的税收解决 对吧 那就没毛病了 高失业收入者 去年收入超过9.9万美元 但2020年失业的人 就是19年收入超过9万9美元 年收入超过年9万9 但是今年啊 你被辞退了 失业了 今年将没有资格领取支票 那还是上面那个道理 因为今年的税收还没收完 必须到今年底 给你把所有的账算完 然后做一个什么 花钱的这个和收入的一个平衡表 然后最后我该支出多少 从今年的收入里边支出 那就是明年你才能拿到失业金 你如果今年失业了 明年拿失业金吗 那这也没有 也没有任何漏洞 这也是按法理 法理办 税务局将使用19年的纳税申报表 来计算这个人 现在将获得多少退税 所以他们在未来几周 将没有资格获得退税 就是你啊 获得的是退税 但是你也得不到支票 然而啊 如果这些人今年的收入 低于逐步淘汰的限额 那么今他们明年春天申报时 将有资格获得2020年的退税 你得达到这个标准 不幸的是啊 对于那些上一 上一纳税年度收入较高 但现在收入较低的纳税人 没法提前获得退税 哎呀 那其实就说白了 很多人会获得不了这个收入 这个给你的这个退 退的这个税 其实也就是退税 发钱不就是退税吗 说白了也就是 我不收你这些税了 再退给你这些人 你才是纳税人吗 为啥 你有纳税申报表 你有账号啊 是不是 你有地址啊 我知道谁纳税了 美国不是以纳税人 写个纳税人吗 美国 那我这钱退给纳税人呢 你交了税了 我这个反正政府收上钱 不是税收吗 我再退给你 也不是政府发钱 实际上是政府把这个退 把这个税退给你 这个你听明白吗 那我觉得也没有道 也没有问题 这回听完了啊 我觉得很多人心里也凉了啊 就该干嘛干嘛吧 闻你啥事了 也不用灰心 没事啊 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吗 这个时候 我觉得只要脑瓜好使的 都能挣上钱 也能挣上钱 危机危机嘛 威力有机啊 天天等着钱掉下来 那我觉得你到哪都是不行啊 我说过 你这loser到哪还是loser 是不是 你loser到什么地方 到什么国家 到什么制度 他还是loser 你想办法 自己得提高提高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大部分是纳税的 美国人人一分钱不纳税 他也不行 但是呢 很多低收入群体 我就比较担心了 为啥 社会治安问题 他拿不到钱 是不是 拿不到钱 他没有收入 这不一个恶性循环吗 所以我说这种任何制度啊 他都有极端的现象发生 你说他本身低收入 然后呢又发生这种极端的这个病毒事件 他又没法工作 本来可以打工的他打不了 是吧 可以吃饱的吃不饱了 那美国枪支又泛滥 枪支泛滥我可见过 我的天 大马路上走 那枪就别腰上 我操在我前面晃晃晃晃 挺有意思啊 就别腰上就在前面晃 在我前面晃 也没人管 谁看都很正常 就那样 但是可能人家把枪能露出来 要么是执法人员 下班了 要么人家有这个 可以露出来 美国执照 有那执照 有的执照 你这枪支是必须得 放到你看不见的地方 小型武器嘛 放到衣服兜里啊 放到那 不能让人看见 看见要罚你 有些呢 是 有些执照是什么 你可以露在外面 可能是他有一些权利呗 要么是执法人员 反正是这样 但是美国这枪是泛滥的 你到这个时候 看了吧 领不到钱 我不能饿死啊 手里有枪 我还能饿死吗 那怎么办 社会治安就乱了 所以我希望呢 这种制度啊 能保障低收入者 很多人说啊 你保障低收入者 不就是什么 不干活的也能活的吗 那人家可能选择 或者是有身体啊 什么问题 你不能给人饿死 这是最基本的人伦呢 这是最基本的 你还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 是不是 哎呀 所以是美国是真是很肥 很复杂啊 又又有富人 又有世界上最穷的一帮人 哎呀 我还是希望华人吧 注意安全吧 有些人领不到钱啊 领不到钱 他会想办法 想办法领钱去嘛 是吧 注意安全 嗯 这个病毒我觉得也就 现在看这个情况啊 也就再有个两个月 基本上能跟能有个控制 就是 世界上各国能控制住 两个月差不多 这新闻就慢慢少了 这是我的判断 还是希望啊 这个 怎么说呢 在国外的吧 注意安全啊 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提前做准备啊 嗯 其实这一万多块钱 在美国啊 一千两百美元 顶多救个急啊 不能帮你多少 主要还是靠你自己打拼 这是实话啊 所以 保住自己的性命啊 戴口罩 勤洗手啊 远离那些晚上 特别晚上啊 在纽约啊什么 别瞎晃 是不是 晚上就回家吧 保住性命 你啊 赚的肯定比这一千两百美元多 现在的肯定处 Commonwealth 感谢观看